跟美國人說 我的國民沒有打完之前 我的疫苗不會出去 你看又來了 這是美國定的政策 是 美國國民聽起來 就覺得這總統很好 拜登很好 考慮到我們美國人的利益 可是問題就在於 其他的國家的人 因為目前疫苗就是供不應求 老師你知道嗎 現在很好笑的是 大陸提供那麼多疫苗 到其他國家 但是西方有些媒體說 你是不是對自己本國人不好 對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一個 然後又把你冠名叫做疫苗外交 其實不是 因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美國人這樣做 歐洲人也是這樣做 所以你看現在義大利人在查 他們的AG疫苗 有沒有離開義大利 可是AG疫苗是牛津疫苗 但是它是在義大利生產 可是義大利說 沒得你義大利 就是不能給我出去 他們都在搶疫苗 對 都在搶疫苗 全世界都很未自私 所以你看到 歐盟也不准他的疫苗出去 英國也不准他的疫苗進來 然後歐盟跟英國在吵架 然後美國人說 我的疫苗都不能出去 因此你看到了全世界 引領期盼的是大利疫苗 可是大利人 現在沒有打多少人 也就是說 大利疫苗其實也不夠 他國內人的使用 他們順便罵說 因為你們的疫苗不好 要罵的人 但是問題就在於 你就會看到 因為大陸的疫苗 是有採用漢方的疫苗 漢方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它很安全 它確實是很安全 很多人打完都知道太安全了 好 所以而且不管你是 輝瑞疫苗 即使你說我的有效率95% 你還是要兩劑 但是我即使我就70 我還是要兩劑 我還是一樣可以覆蓋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以目前來看 很多歐盟的國家 已經在轉變態度了 原本就是也是抱著那個態度 可是你看不管是塞爾維亞 或者是你看匈牙利 現在連波蘭 捷克都變了 都改變了 那我們就不用講 土耳其其他的國家了 好 那如果說 我們就假設你是土耳其 你的疫情很嚴重 但是你現在你是一個總統 然後你沒有各國的疫苗 因為他們都說不能進來 而你這個時候 你這個總統打電話 給大陸說可不可以幫我忙 然後大陸現在的疫苗還不夠 因為它有14億人口 他的人還沒打完 如果大陸採用的是 跟美國一樣的政策 那就是我打完了以後 才輪到你 那這樣的話 就你也無可指責 那你也無可指責 因為我是跟美國一樣標準 可是大陸不是 大陸就是說好 我先滿足我地縣的人員 就是醫護人員 軍公教人員 這些軍警的這些地縣人員 但是我盡量的我幫你忙 我給你一千萬劑 兩百萬劑 這樣子給 這樣子情形下的時候 你看如果你是土耳其總統 你會不會就會很感動 就是說你也還沒打完 你才打幾百人這多少 而且你的衛生專家 一直在呼籲說 要多打 要多打 再不多打 真的會有問題了 但是他還是在幫忙 所以當歐美的這些媒體記者 又灌載中共 你在搞疫苗外交 其實影響不大了 原本這些歐美的 這些資深的媒體記者 其實他們是有 國際輿論的影響力的 可是當他們帶有偏見 來看大陸的時候 他們的影響力一直在下降 因為社會國 他的角度跟看法 跟這些記者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說明 警告 在接著 有 連接 那 有 我 是